那还得靠您多多支持啊 多多关爱 当然了 谢谢陆总 你懂什么呀 这是我自创的角色代入 这么写下去才会更加的真实 更有认同感啊 小怪兽 这个作者写作能力如何 小怪兽 他挺有天赋 情节 创意 故事节奏 把握得非常好 而且文笔也不错 女性像作品未来的开发前景是很好的 尤其是后续衍生的影视剧会是一个大趋势 所以我在想 能不能让他尝试一些年轻类的题材呢 社里最近倒是策划了几个新项目 只是他没有这种类型的经验 对这个细腻的情感线的把握吧 那还是差点火候 你可以建议他多从身边的人找找灵感 比如我 想啊 这样对他肯定会有很大帮助 明白 陆总招数 那真是老道 那个能和陆总合作是我们的骄傲 骄傲 骄傲 我投资的事情您一定要保密 一定 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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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两位慢走 慢走 陆总 你这是要当苏小姐一轻小说的创作过呢 所以你觉得我不够格是吧 不不不 够够够 陆总 您的套路绝对是特别特别深的 陆总 还在和陆总 陆总 军总 participate 乖 吼 快 , 我我 makers了 那没有鬼 有鬼 有鬼 没有鬼 这是有鬼 我 可以 讨厌 我有鬼 社长 这不是我们家大才女吗 你快快快进来快进来 快进来 你看 这是我为你专门准备上好的雪菊 快坐快坐 快尝尝 谢谢社长 脱稿的事情真的是很抱歉 我的小叔 简安哪 那之前是社长有眼不知泰山 这不昨天晚上 我仔细地拜读了一下你的小叔 我的天哪 那真的是才高八斗 出类麻醉 太厉害了 没有了 社长 其实没有你说得这么好 不过你喜欢就行 那我能不喜欢吗 你 不过 现在呢 这个大环境不是很景气 你呀 要勇于尝试各种风格和题材 我看好你 我要重点培养你 你看 这是咱们公司最近策划的几个新项目 来 你先挑一个策划 来 挑点 不行啊 社长 这些题材我没有写过 你放心吧 你有这个潜力 之前你写那个第一部第三章 第九行的后半段 对女性内衣的描写 那是相当的偷彻 就这种类型对你来说 那就是小菜一顶啊 那个是 钱老师 那只要你这个项目你写好 进入咱们公司女性 前十 那公司以后 会考虑给你出版实体书 出版 真的吗 那社长能骗你 不过啊 你也不要太大压力 你说这年头 谁没几个朋友 多从身边找灵感 快挑一个 快挑一个 那我 真有眼光啊 挑的好 挑的妙 拿着吧 这个开场嘛你要记住 一定得吸睛 所以我们决定这个第一场就是 哦 暧昧 啊 这有什么好的 不就是转型写甜蟲风格吗 不就算暧昧吗 嗯 看我吃的 然后呢 嗯 然后呢 小溪 救命啊 亲人们哪 快来救救我 你这个跟屁蟲又跟来干嘛 简安 这是好事 没想到他们给你一个更大的项目 你昨天去的时候我还挺担心的 可是我连恋爱都没谈过 还霸总 娇妻 还暧昧 让我去死吧 你家不是有县城的人物原型吗 这不是县城的小娇妻 多从此之中 不从自己身边去取材吗 不从自己身边去取材 副毒机啊 陆薄言啊 嗯 算了吧 人家的官配可是韩若曦 我跟你们两个已经说过了 我们只是合约结婚